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开箱一款 我已经盯了它好几年 最近终于狠下心来把它买回家的玩具 就是这款我们米高流和Carheart的联名款冰人 大家可能会看起来有点眼熟 因为其实它是一对的 另外一款我已经大概在两三年之前 把它买回家了 为什么我说我是狠下心来把这款玩具买回来的 因为它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其实它的原始售价好像是不到2000块钱 但是现在咸鱼市场这两款加在一块 已经可以炒到2万块了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眼 我真的是非常精美的一款玩具了 其实米高流和Carheart这款服装的联名潮丸 限量是399个 所以说它价格它会高 本身我就很喜欢Carheart的服装品牌 我自己冬天有很多的外套都是这个牌子 真的很好穿 然后很慢 当时米高流和他联名的时候 出了这两款 一款是比较街头风 穿着一个迷彩短裤 帽衫的一个夹克 里边也是一个比较街头风图案的T恤 另外呢这款就是稍微成熟一点 然后它留着一个小巴子胡 前面头发丝很可爱 这两款都是和我一样很喜欢挑眉毛 大家可以挑吗 和我长得就有点像了 这款米高流的冰儿潮丸呢 也是多配了两双手 然后搭配了一个均绿色的一个帆布包 那背起来就是这样 这款潮丸冰儿呢 它配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迷你的小毛线帽 哇也太可爱了吧 这其实是我想要的玩具榜首的第一名 两三年之间就是一直关注它的价格 然后发现它的价格从来不会下降 只会越来越高 其实我最近手头也不是特别的富裕 但是就还是买买买了吧 因为我这个人我就看不得别人有这个玩具 我没有 你就看到那个咸鱼什么的有人晒 一个人晒两个人晒 我想说我怎么能没有呢 我们这款的一个塔吉色夹克里边呢 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备胎裤 哇它这个细节真的是做得非常惊喜 你可以看到它这些金属扣做得都非常仿真 运动鞋里面还有真实的袜子 包括我们的这个夹克的这个内衬 也是跟现实中的款式一样的 我发现它这个脖子上居然还有小纹身 化妆这款玩偶啊 那它是米高流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形象 之前在它的那个啤酒罐人里边呢 也出现过 像这样的抢就是在这边 这个就是尺寸比较小一点的这个 但其实像我手上的这个另一款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新的一个米高流的形象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之后也希望可以看到多一些 像这次这个联名款一样的合作超玩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这样 觉得还不错的朋友们呢 可以关注互动一下 我们下次再一起开超玩 跟大家拜拜 拜拜